哈萊姆電影軍火特工隊 劇中一幕軍人 從戰車安全門逃生的場面 讓人看得出目驚心 但現在卻有國軍弟兄 因為受困戰車逃生不及 發生悲劇 根據八軍團的長官表示 當時候這台戰車是一個車隊 它是第五部車 正要行進這個橋的時候 但是它的右邊履帶 去碰到這個橋墩 整台車反覆下去 導致車上的兩個逃生孔 被壓在這個水裡面 看到駕駛當初的這個陳述對不對 它的車票下來之後 他覺得它的這個煞車的壓力 有點沒有那麼好的這個感覺 軍方表示 發生意外的這台CM11戰車 總共有三個逃生門 一個在駕駛座底部 另外兩個在砲台頂端 但戰車當時180度翻覆後 戰嘉賓楊延齡 利用原本駕駛座的空間逃出 另外車艙內四個人 包括中衛車長吳德維 上市安全士官陳士坤 下市射手陳秉毅 一兵裝填手張志偉 全被困在車內 因為砲台朝上水煙逃生門 時間強大一小時 最後造成三死一傷 不幸罹難士兵 除了有可能溺死 身上的厚重裝備 可能也是致命關鍵 那時代攻進的艙門 一旦它翻覆之後 加上你的位置顛倒 你要推開它的 機會是很小 另外就是 這個艙門的外面是吸水 所以它還有外面吸水的壓力 在軍中 在演習的要求之下 幾乎是全部武裝彈 配戴鋼盔的傾瓶之下 人艦的角度是十分涌現 泛弱橋下的CM11戰車 設計上有三個逃生門 原本要讓官兵在遇到危險時 可以及時逃出 沒想到卻因為戰車反覆橋下 水煙逃生門 反倒成了奪命因素 記者 紀博師 陳昭谷 張春華 SNG小組 頻道報導